你 他究竟说了些什么 你再不说话 我会就走了 挂好了 殿下 这画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是 难以寻得的名画 是出自某位大师 长公主 你们去请秦王妃来书房赏画吧 是 请秦王妃赏画 你们秦王怎么了 不知道啊 自从昨日 从长公主府上回来以后 就一直盯着画发单 这幅画有什么问题吗 没看出来有什么问题啊 莫不是里面藏了什么机密 又或是 长公主藏了什么馋鸡 馋鸡 我明明是让她向长公主道谢 怎么又带回来一幅画 莫不是长公主有话要对我说 那从公主府回来之后 她还说了些什么 哦 还有一句 请秦王妃来书房赏画 请秦王妃来书房赏画 昨日你和长公主聊得怎么样 是不是她有什么话要带给我 难道对我的话不满意 还是说有什么事情对你有所责备啊 她究竟说了些什么 你再不说话 我会就走了 过来看看 这是长公主临摹的无视山水图 从手法到记忆 对于临摹作品来说皆为上乘 可最难得的是 这其中融合了如释道 三家思想之精髓 堪称绝妙 长公主的话迹果然了得 虽是临摹之作 不错 却也别具强心 好品味 此前你在浮宇有收集孤本的爱好 近几日又听闻 你对大唐的文化和记忆颇为感兴趣 那么你可知道 大唐有一处地方 珍藏了各种各样的孤本 何处 长公主的修文馆 修文馆 嗯 长公主是先帝唯一的女儿 也是父皇最小的妹妹 她平日里性格温和 不爱针锋 钟爱古籍 凭一己之力 圣心修文馆 这馆中容纳了各式各样的藏书 里面记载了大唐历史记忆的传承 我朝虽然没有女子为官的先例 但是她却凭一己之力 在朝堂中有一份立足之地 真跟女子张脸 她还在陛下面前替我解围 我只应该亲自拜访一下 我也想看看 这修文馆究竟如何 长公主平日里忙于修文馆琐事 即少有空闲 但是 进去不能 我也能进去 当然 那我明日便见见长公主 要不做 Kü希 嗯 好 常勇 你不生 你治我